大家好,我是艾波,今天是2020年的2月24号,很高兴咱们又相见了,大家听到没有?鸟的唱歌声,还有这么好的阳光,和我呼吸的新鲜空气,大家是不是受感染了呀? 好,言归正传,咱们继续今天的学习,导得经原文的第49章,首先我把原文给大家来一遍 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为心,善者无善之,不善者无益善之,得善,信者无信之,不信者无益信之,得心 圣人在天下,魂席心,百姓接住其耳目,圣人接孩之,好,这是原文 那么这样啊,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搞清楚,就是圣人的圣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圣由人口耳组成,所以我们人离不开吃东西,离不开耳朵去感受周围的事物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呢,他知道我们必须依靠食物,必须依靠水和阳光才能存活 进而会生起一种感恩的心理,去感谢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养育了我们 所以在他心里呢,是不会有什么有信用的人和没有信用的人 善良的人和没有善良的人这么严格区分的 他认为通过自己的言行能去感化他们 去关心别人吃了没有,喝了没有,睡得香不香,快不快乐 别人也一定会感受这种温暖啊,也一定会改变啊 是不是啊,任何事都不会一尘不变 大伙呢,也会通过他的言行,言传声教 慢慢地觉得,哦,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多缺点啊 为什么他关心我,我就不能关心别人呢 最后大家都会向他学习 慢慢地去改掉自己那些小毛病 这个社会是不是会更和谐呢 好,今天的分享咱们就到这儿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,再见咯 不 行了,自己不是来自說的 为 것을介绍做的 呢,所有人都会拜计